那我们来看一下 只要我们当前所写的项目的时候 当加上parameter type的时候 你会发现 比如说像我们这里面写麦配还好 如果说你参数也是一个对象的时候 来看一下 是不是两边都得写一下people 对吧 那这么写的话 每次都现在我们的包还比较短 如果包比较长 都需要频繁的 每写一个插学 反馈之都是他 我们就得写遍他 每写遍写下 那这么写起来就比较 对比较麻烦了 那在我们mybetis中 他已经帮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了 所以说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别名的机制 只要在全局配置文件中 添加一个叫typealice别名 在别名中 typealice 一个type 后面还有个什么呢 还有个alice别名 就完事了 比如说我现在 看我们这里面 频繁的用到谁 是不是用到people 那我就要给这个people起个别名 比如说 我就起上 come.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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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便写想怎么写怎么写 好了 那这个地方我们一写上po之后 在我们刚才这里 我看之前我们写的什么呢 是飞页 那我们看咱们飞页 还回到刚才 刚才飞页这个地方是 map map是吧 那现在我起完别名之后 这个地方我就不用这么写了 我就写上po 这多方便 这就是mybitis别名的一个种 然后右键 ruise 加application 是不可以的 我把这个地方一删掉 一删掉 一保存 在这里面 右键 ruise 加application 他会给我们提示 看什么 他说不能发泄类 po 看到异常的时候怎么看 先看第一个异常 第一个异常 如果太长 读不懂的话 这个是最详细的 然后再看最后一个coseby coseby是最简略的 最精确的一个异常错误 不能发泄类po ok 那就在这里面 po就没有了 那现在我们看这里面 当我们 当在我们项目中 实体类比较多的时候 一般都是给实体类起别名 实体类比较多的时候 那我需要可能 比如说有50个实体类 我需要起50遍 这太麻烦了 那怎么办呢 他还有提供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package package中 除了内幕属性以外 没有别的属性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给某个包下起别名 那么这个包下 所有类的别名为类名 比如说 我们这里面的po people 那现在他的别名 就是people这个类名 能明白啥是吧 那现在比如我们看 还是我们先测一下 把这别名先剪切 保存上map里面这里 我就写成people那个类 一定注意是类名 阳格区分 大家要写 不能写错了 假设我们现在这么写 我把刚才这块还删掉了 那现在能行吗 说不行啊 不能找谁啊 people 现在回到这里 我一剪切 把package往这一放 再来一下 这不可以了 那所以说别名机制 存在的主要意义是什么 简化开发 简化开发 OK 这就是我们mypage中 今天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字典 6关于别名 别名 别名在我们整个mypage中有三种类型 第一个是系统内置别名 为什么我们在参数或返回值那里写个int 就好是 那就是系统内置的 还记不记得在哪里了 在哪里 别名上面这了 别名 别名 这了 OK 这些 这是系统内置别名 我们需要强调的几个卡 比如说我们现在写的 之前用过一个map 它对用的就是map类型 least的 就对用least的 array list的 你会发现有个公有的特点 什么特点 就把这些东西全换成小写 OK 第一个是系统内置别名 它里面一般都是把类型全消写 除了这个以外 第二个我们可以给某个 某个类起别名 那我们当时做的是这么做的 我们是这么做的 可以给这里面去设置 当在设置中 我们设置least 这里面别名的时候 它里面的内容是自定义的 怎么起都行 起完之后 我们需要在map map.xml中 直接 直接写什么 是不是通过po就可以 也用 劈跑类了 那在里面我们设置的时候 我们就这么做 这地方我们就写上po就行了 重点是这 这是第二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 是直接给某个包下所有类 起别名 起别名 别名为类名 OK 区文大学写的 在里面我们做的时候 就还是 首先第一步 我们是要在 mybetis.xml中 配置 下面的这个内容 就这样的内容 然后之后 在 mapper.xml中 通过类名引用 优点什么就不用记了 我们同学应该能很明显的感觉到 就是简化开发 popl 就这么写 好 没事了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别名 后面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别名了 省得去 一 一 一 谢谢大家